大家好我是半瓶促 今天我來教大家如何用Final Cut Pro X來上旁白字幕 所謂的旁白字幕就是我們平常在上 在講做影片的時候 然後不是 劇中的人物角色都會有需要上這個字幕嗎 你們看到這個 我放一下 在過去只要是以明星為主角的跌砲主題電影 通常到最後都不會脫離色誘 展現履性誘惑的橋段 OK好 現在放到漂亮女孩子的背影了 那我今天就要教大家如何 上這個字幕 正好會 開始教這個東西是因為正好 我自己平常工作上面有這個教育訓練需要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就是順便 教一下大家怎麼用這樣子 好 首先呢 你當然就是需要一個 你自己本來的影片五字版的影片 好 你可以直接丟進這個彈來 你可以直接放在這個地方 這都是無所謂的 對 這不是這一次我們今天上課的重點 OK 好我們放在這個地方 好 這已經是一個 一級玩家的那個音頻 2045年 2045年 好 那 因為我平常剪接是用那個 Final Card Pro X 目前是2.2 對 對 我可能 因為Final Card 在 因為Final Card 他其實會一直改版 對 所以現在其實已經不是最新的版本了 不過我覺得 應該 他沒有太大的差異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 好 首先呢 我們 可以選擇一個叫 在這個地方 好 在旁邊這個欄位 其實你可以把點掉 他平常是沒有的 但是你點開來就會有各種效果 像這個是 好 這個是影片 的那個 濾鏡 然後 這個是聲音 那 T字樣就是title 然後在title裡面 你可以選擇 他有各種樣式 對 但是呢 我們現在 因為是要做旁白字幕 所以我們 不會 不需要做到這些事情 你大概只要選擇 Basic Title就好 然後我們把它拖進來 好 好 然後在這一個 在這個工作列上面 你可以看到這裡有個抬頭 好 好 那我是怎麼樣快速做這件事情了 很簡單 這是finalcard 他 比較 好用的優勢 你知道 因為你如果在Premiere 或者是一些 我不知道會生會影可不可以 但是我自己之前在Premiere做 他做這個字幕 你每做一個你就要生一塊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很討厭上旁白字 對 我自己其實也不喜歡 但是我大概 這是我過去在工作的時候 研發出來一個方法可以讓自己比較快一點 然後現在已經看到這邊有個抬頭了 然後 影片的上面 然後再一個這一層是那個你的字幕 那這個字幕呢 我們一開始啊 要先調好他的位置 他有兩種調整方法 一種是 在這個字幕底下 你看 他現在有這個方形 你就可以 隨便調整他的位置 這是第一種調整方法 第二種方法呢 就是不選擇在調字的狀態底下 然後你要調這個size 那你就要按下這個 那這個東西是幹嘛的呢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的影片 他的尺寸跟他的位置 如果我 好 我先把這個小 先把這拿掉 如果你在 這種狀態底下 你要動這支影片 然後你選擇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可以去扭曲他 好 然後或者你要移動他 好 你現在可以看的到這邊 其實有他的那個 各種參數 好 你看我移到這邊 就變成X-236 然後Y-155 這樣子 然後還可以 他也可以調整這樣子 好 那 你也可以調整大小 好 那這個功能就是 按下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開始調整 你這個影片的位置在哪裡 但是調了以後 就是整個這樣變 好 那 要如何歸零呢 其實這些數值全部都跑成零 就好 就會回來 對 不是 對不起 這個他的Size 必須要是100 100 現在是1920x1080的狀態 這樣子 好 這是調整你那個字幕的方法 對 那其實我自己 會傾向於 用這個 這是我個人習慣 沒有說一定要這樣做 對 好 那我把它放在這個地方 對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在右邊這邊有一個 可以 調整你的這個 就是他的這個數值 他的那個參數 Videos Videos 就是他作為一支影片的時候 他叫他的Size 現在看起來是 他的坐標 4 X4 然後Y 453 因為我是直接拖動他的 所以他的 坐標有點不正確 那你可以把它 做一些小細節 就比如說我要450 這樣子 好 希望每個都是0 這樣子 好 當然 這邊是100%的狀態 如果你調大 他的解析度其實會受損 對 那還有另外一種調大方法 就是你在這個 抬頭這個地方 Tax這個地方 這個Tax地方 就很像就是顯示你的字的那個 就有點像我的 對 他的Size 他的字體 字集是多少 對 他基本上從這邊調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你看 你調到288 最大的就是這樣子 你如果你要變大 你還要再變大 你可能要來這一條 就是大張加大 但是最好 一般來說 如果你沒有什麼特殊需求的話 就是這樣就好 好 假設 字體是這樣子 這個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我的 自己 字體 這樣 好 這邊是 字體 可以選是要選什麼樣的字體 好 不要太花俏 好 先選擇 其實一般 在牌子上面 我一直就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要讓人家閱讀方便 可是又要不失高雅 你知道 所以你就是不要用什麼 心細明體 用黑體就好 但是這也是我審美觀 你如果喜歡用 可愛的這個書寫體 什麼都可以 對 那如果你問我個人 什麼一般 我其實還是比較喜歡 喜歡黑體 覺得黑體 就是當你 應該是說 當你本身 不知道要怎麼排版的時候 黑體其實都是最好的選擇 就是最中庸的選擇 然後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是要 有字幕的部分 首先你把字幕放進來 就是你選擇一個 你可能開一個那個文件檔 那我其實只是用文字編輯而已 因為這種東西 不要 這個字是用來做工作用的 所以你只要 把它弄成純文字 純文字格式 你就是不要讓它有任何的什麼顏色啊 然後什麼 那一般來說呢 我自己也不會 除非必要 不會放那個 標點符號 那除非這個標點符號 只留最基本的標點符號 可能問號啊 然後驚嘆號 鬥號其實 就不要放了 好 那這個段行 其實基本上是以我 一句話一句話 那個 我大概講我大概會 呼吸的時候 有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你看這邊終於空一個 大家好 然後空一個 我是半民主 好 接下來今天想要聊聊一起玩家 這樣子 OK 那這樣子好了以後 我們就 把它全選 全選是Command A 然後Command C 我們複製它 好 我們現在來上字幕 好 我們現在大概是 好 這邊 放在這裡 放大的話 你可以看到音波 其實上字 看音波 就是大概都已經可以知道說 你大概什麼時候開始講話 OK 把這個關掉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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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選 貼上去 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好 然後接下來 就是 把 因為我的方法 如果要快的話 首先你要快 你就是不要邊打字 所以我要切 然後因為翻譯卡 他的快速鍵 如果在 中文狀態一下 就不會作動 有的時候 偶爾還是會作動 但是那個很容易出錯 所以就是平常 最好在英文的 輸入法底下 切換這件事情 那好 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然後 全選 剪下 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好 然後我們就按空白鍵暫停 然後在這個地方啊 用刀片 把它切開 那刀片 其實有快速鍵 A是選擇 然後 B是刀片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記快速鍵 只要先記這兩個就好 A跟B 我們剪 那個在上旁白字幕的時候 只要選擇A跟B就好 大家好 我是半民主 今天 好今天 好今天 今天想要來聊聊 一起玩 第二行 這樣 我在這邊把它切斷是因為 接下來我那個是影片本身已經有字幕了 所以這個中文字幕不應該擋到它 好 就跳掉 一集玩家 跳掉 很多人喜歡在這個畫一晚立刻就斷了 其實我個人覺得其實沒有很好 因為中文字幕的目的是為了要幫助觀眾 然後看 看清楚 所以 所以在 有可能 你講完他們還沒閱讀完 所以 我個人其實不偏向那個直接跳掉 2045年 全世界最大的娛樂來源 2045年 然後這時候我們就再重複 做這件事情 2045年全世界最大的娛樂來源 是虛擬世界 宇宙 好 好 其實我覺得這邊應該要再斷一行 或者是 你可能要引號 對 宇宙 這樣子 好 那你看到這邊有一個陰鬼嗎 對不對 很吵 尖 然後一直不斷的重複貼上跟剪下的動作 然後 你只要B A C C C B 就一直重複做這件事情 中 宇宙的創判人 詹斯哈爾黛 在過世之後 留下了三道奶罐 通 通 然後 這時候一個剪接軟體能不能那個非常精準的在你 要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停下來是很重要的 那 這件事情是需要熟練的 你速度越快 你上次速度越快 通過奶罐的人 將可以獲得綠洲的掌風圈 就這樣子一直不斷的重複 一直不斷的重複 一直不斷的重複你的 貼上剪下的動作 好 其實基本上 如何上旁白字呢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工作其實就是 要慢慢 熟練到你自己畫 可以一直這樣子不斷 你知道嗎 一直不斷上枝 那成功的話呢 就是通常弄完了以後呢 就 給你們看我現在上次 一集玩家上次 好 就大概變成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你還是可以回來在這個地方 改題的字 如果你有錯字的話 那還有一些別的這個功能 就是在這個 Tags上面還有很多功能 對 My for life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 你可以 在這個地方 有很多東西可以去選 Face Face 是 字幕的顏色 你可以調整 你可以調成藍 對 但是這樣就不清楚了 所以還是要調回來 然後或者是你 Outline Outline是什麼呢 就是這方面加個外框 對 它也是可以亂調 那通常呢 用這個方法 就是加外框 可以讓你的字 看起來就比較調 就看會比較清楚 對 然後或者是Glow Glow就是發光的意思 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可以看到 看不出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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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Glow Glow 好 調整Glow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它發 就是會 旁邊會有黃色的韻光 好 可以 這種參數可以調整 不樂不樂啊 就是模糊啊 透明度啊 透明度啊 對 然後還有或者是Drop Shadow Drop Shadow就是陰影啊 這是一通常它選擇 給你選擇之前參數啊 就是要讓你 做一些比較基礎的沒邊工作 你看這個是有Drop Shadow跟沒Drop Shadow 我還是在 然後也不會有太多 過於誇張的一些美邊 對 這是我個人審美觀的問題 我比較喜歡用Drop Shadow Drop Shadow 就看起來智慧比較有立體感 那這些東西的應用 其實可以做到比較 比較大的應用啊 如果你真的做到可以的話 就可能可以變成像這樣子的狀態 對 對沒錯 我是用版圖來做那個 我是用 網路軟體 我是用剪接軟體來做那個版圖 對 以及玩家有鋼彈啊 對 對 對這個其實是一些那種 但是 你們看得到的東西應該 只有那個 鏡子的畫面而已啊 OK 如果你們應用的當的話 就 欸 光是Basic Title這個東西 就可以做很多變化 對 然後以上呢 就是 如何在Final Card Pro X上面 做旁白字幕的教學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哦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從小鮮長在古外邊 還有許多小朋友 小姐小愛又強烈 這裡的人情最溫暖 這裡的人們最好強 你有什麼事 就是 可以看的嗎